明天大火鍋日前將對四行繪獨到尊齋議題 作出有條件合憲的破關議案 因爲社會議論混混 因爲四行的這行增加多多個難度條件 因爲是實際繪獨四行 貿議員庫基村在中紀村相當不滅 因爲已經扭曲社會價值 無故被害人的倫康各地倒實在相當悲哀 我們法律之前是人人平等 法律之後當然要犯罪者要適用於法律來執行 那我們現在不是要亂了套 既然法律已經程序走完了 紀委是死刑 我想它是實效性的 而且是殺一盡白 社會能夠改造它的價值觀 意圖犯罪的人或企圖犯罪的人 或是有一些不軌 想純情意動觸犯法律 投機奇巧的人 這是一個嚇阻的作用 所以你大法律有條件的核線我看不懂 明律港市長也在水甸真實的案例表達一段 沒辦法透過修法新中建議的因法律行的危險 所以會長也同意參加反對會讀死刑 市長我們共同來支持我們不會出死刑 我們要執行依法執行的法條裡面 應該執行即時性的 應該即時死刑 對 我會跟議員報告 我是反對廢除死刑 對 法律性死刑 但我們想說 在法條裡面既然判死刑的死刑 這是三級機會 我想已經都程序走完 法律程序走完了 我請你共同我們來支持 廢除 廢除死刑 我們不廢除死刑 好不好 來 你要我簽著 對 那我可以改一下反對廢除死刑 好不好 立正經過新國會的地口民調 反對大火鍋 實際會系都超過八色列民眾 加上市長會中所說出高俠 反對會讀死刑的調查 也要來表達人民的心聲 待在新聞 顧問及林營庚 蔡公布的